歡迎來到廣泰迅 King Auto's 選一 承襲三系列鮮貝車經典的Ti之謎 BMW為旗下一系列鮮貝車 追加一款名為128Ti的性能車型 身為品牌首款真正在有性能位的前驅鋼炮 BMW128Ti的背後到底有誰在指點 才能在各方面調照都很到位 想知道快滑到影片下方文章連接 讓市價此車款的邊邊 分析給你聽 第2 美國非營運組織消費者報告 與美國公路安全保險協會的專家們 最近公布了一系列適合年輕朋友們開的車 並表示青少年開車發生死亡車禍的機率 是其他人的四倍 因此為了幫他們找到安全又可靠的合適車款 消費者報告特別列出推薦名單 包括馬斯達3與馬斯達CX5都上榜 還有哪些推薦選擇 快來看看文章吧 精選3 韓國商務機車即將於6月推出全新重大型休日Torres 車場預估可達4米6 擁有類似Drip的垂直格柵水箱罩 以及帶有福斯味道的日行燈 這樣的搭配相信能獲得年輕人的喜愛 Torres目前規劃6月與韓國上市 預計2023年推出電動版本 之後有沒有機會導入台灣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精選4 為了慶祝旗下R性能部門成立20年 福斯以現行GoF2為基礎 推出了20週年紀念版 最大馬力調高至333P 堪稱史上最強 目前已經確認將在歐洲、澳洲等地銷售 歐洲當地預計6月初開放預定 雖然沒有數量限制 但才限時生產 生產時間只有一年喔 天選5 因電動車時代來臨 電動車充換電設施定價 已經在上個月底正式上路 台庭表示充換電設施定價中的 基本電費將大減80% 除了可大幅降低用戶固定費用負擔外 還能拉大兼離封用電價差 達每度6元以上 期待藉由低基本費、高價差、離封長三大特色 帶動電動車市場發展 呼應博家靜靈排放目標 以上的大家快速回顧本週熱門新聞 想看那些延伸報導 快留言跟小便說說 更多完整報導 繼續往下滑倒影片說明 就能回顧文章囉 喜歡影片記得點讚 和歡迎多多分享 FB、IG也要Follow唷 我們下週再見啦 See you